為了鼓勵農民種出高品質安全的稻米 農糧署舉辦了稻米達人冠軍賽 今年的豪米組和有機米組的冠軍 分別出自於臺中烏日以及臺東池上 兩位冠軍從近千位農友當中脫穎而出 經過了嚴格的把關 獲得了稻米界的最高榮耀 接下獎盃露出開心的笑容 別看這名伯伯已經87歲了 種幾米來可是嚇嚇叫 第一次參加稻米達人冠軍賽 就拿下第一名 而臺灣豪米組的冠軍 則是來自臺中烏日 一粒米百粒漢要獲得稻米界的最高榮耀 格外不容易 今年的參加人數更是創新高 943萬農友需要先經過鄉鎮賽的考驗 才能拿到全國賽門票 從檢視稻米外觀 又看是否具備金銀剔透 飽滿又均勻 再用相同電鍋 同樣比例煮米 經過評審一一試吃 這才選出冠軍 透過競賽打出口碑讓民眾吃得又好又安心 還要積極推外銷 又把高品質的臺灣米讓全世界看見 這位女皇民視也太不懂